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上海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上个星期四突然失联之后 昨天现身复兴公司年度工作会议 事件引发了媒体的地震 针对媒体有关郭广昌将先上海风暴 郭广昌让复旦邦若隐若现的评论 复兴集团表示郭广昌正协助相关司法机关进行调查 而且在协助调查中更多的是侧重个人 事实上郭广昌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 举报在近年的反腐运动中曾经多次陷入被查的传闻 其轨迹与令计划及其家族之间存在着交集 那么郭广昌如何陷入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地雷阵呢 时事大家谈 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 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通过skype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 另外一位呢是在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 我们欢迎两位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 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 就这个郭广昌的事件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震荡 以及媒体如此的炒作呢 首先是因为郭广昌这个人的地位特殊 因为他在中国的民企当中啊 一线呢是屡显如一 所有的民企都不敢收购国企 害怕扣上那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 但是呢只有郭广昌呢 他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在收购国企 他很多漂亮的并购 都是在收购国企的过程中就完成的 他的那个资本帝国 也是不断地通过这个并购国企 来扩大的 所以呢大家这一次 他被抓以后啊 澎湃新闻发了一篇文章 开头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人们有太多的问题要问 第一过去老郭为什么踩点走是踩对 第二他现在为什么踩不对了 然后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国有资产流失 回顾了一下过程 实际上呢这个过程 这一次回顾还是比较温和的 因为早在十一年前 就是这个2003年那个并购的时候 这个什么呢就是今日东方也就是彭拜的前身 东方报夕的一家杂志发表的文章 那比今天的还要激烈的多 说里面也太多看不清的复杂过程 然后呢就是再讲到政商关系等等 这一次已经算是够温和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现在呢 就是去年防腐吧 大家都收敛一点 但是只有他的资本帝国 从214亿元扩展到400多亿 所以呢就是这种不寻常的扩张 使大家都感觉到他背后的一定有靠山 那么有一个过硬的靠山 为什么还进去 这也是大家想问的问题 好谢谢何女士 韩丽少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我看到比较让我吃惊的一个现象就是 新华网转载了北京晨报的一个报道 那么他的标题呢特别耸动 就是说他的这个郭广昌 他的朋友圈揭秘 后面是冒号 就是说复旦邦和江南会的若隐若现 那么光从这个标题来看呢 是不是就有一个强烈的风向标的作用 因为刚才何女士讲到呢 这个郭广昌以往的踩点总是踩对 现在怎么渐渐发现 他似乎踩点有所偏差了 那么跟这个几个邦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个光从那篇文章来看还看不出来 因为那篇文章谈的谈这个邦的实质性的一些问题 很少 基本上就是点一下而过 但是我想呢这个他本身这次对他的这个拘捕啊 实际上是一个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一个一个现象 就是首先呢他没有经过一种 好像没有一个正当的这个程序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部门抓捕他 是这个纪委呢还是监察部还是警方 他最近什么原因抓捕的也不清楚 是反腐的原因呢 还是操作这个股票市场的原因都不清楚 那整个看起来就好像一个 而且好像从这个社交媒体看上面来看啊 好像他是被这个警察在下飞机以后 靠上手铐带走的 那么引发了很大的这个震荡 主要是这个他的这个公司啊 股票马上下跌 然后呢很多这个上市公司都停牌 整个他的这个系统引起这个非常的惶恐不安 也不知道老板到哪里去了 然后呢这个整个企业界 因为他这样的被拘捕的话 引起都是好像风声鹤继的那样的一个一个感觉 我觉得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程序啊 让人很觉得很很诡异 就是因为之前呢 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 那个英士曼集团 这是英国的一个一个投行 那么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 拘捕了这个李一飞 他们的这个李一飞 然后呢这个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被释放了 也是说是协助司法 然后他自己发了一个 他的老公发了一个这个信息 说是是正在跟高层开一个秘密会议 他后来出来以后他说他在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壁谷 所以很多这些一个情况都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些人不管他是有不是有没有犯罪的这个嫌疑 或者是有没有这些问题没有经过一个正当程序 他们这个纪委也好 这个监察部也好 在这个进行这个程序里头 没有律师参加他们这个讯问 也视线没有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造成这个复兴集团的股票 差不多70多个亿的一下子就蒸发掉了 所以影响的是很大量的这个股民 我想这个做法可能不太符合法制建设的这个理念 这是让我觉得好像比较 这个是一种这个怀疑的 好像很多问题没有讲清楚 是 好的 非常多的这个悬疑在里面 好 何女士 我想问您 刚才您谈到郭婉昌这个人有两大特点 一个他是有别于其他的商人 他敢于收购国企 还有呢就是在最近的这个反腐的浪潮之中的 他没有收敛 那么他的财产呢是与日 这个身价是与日俱增 那么您的观察是他为什么 敢于有这样的这个胆量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 与所谓的这个负担帮这一类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 这个负担帮呢 我倒是认为了大家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和他一起创业的那三个伙伴 和他一样都毕业于这个负担 第二个呢就是外面有一个流传 说是他的后台是李源潮 所以呢就把这个负担帮呢 就作为一个词费提出来 实际上呢我查了一下资料 因为这个李源潮呢是出生于复旦大学 你也知道我也是在复旦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啊 那么然后呢这个李源潮是1983年 就毕业以后到上海去做团委书记 以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就进了北京 这个郭广昌呢是1985年进复旦 然后89年留校进了校团委 两个人在实际上面呢没有什么交集 而且以那时候郭广昌的地位也不可能和这个李源潮呢 也过多的联系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海呢 号称是监总书记的后院 就别的事里查不进来 李源潮呢再怎么样也不能到监总书记的后院里面呢 嘎一脚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复旦班呢可能是有点 怎么样如果是针对这个李源潮的话呢 是有点牵强 如果是说他自己的经营团队 那么这个还可以说得过去 至于那个监狼会吧就说起来发残了 因为监狼会的这个原来是这个马云的一个私人费数 中国呢后来还发展成了一个商人费数 那么就在中国呢比他有名的还有三个 一个呢就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还有一个泰山费 还有一个华夏同学费 这几个费呢就是有交叉 人员有交叉 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前面几个呢 是以两个工商管理学院 一个是欧亚工商管理学院 另外一个呢就是长江三学院 那些老板班的人为班底 马云呢基本上在四个里面呢都有那个 都有足迹 马云特别喜欢了这些江湖上行走的那个方式 他自己也特别爱读这个金翁小说 所以呢就是马云自己呢就把这个发展 江南会发展成一个很有势力的那个组织 这些商费呢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中国特别低调形势 但是呢费员之间呢有难相助 然后大家平常呢就是每年呢定期举办一些 这个联谊活动 那大家在上面交流一点信息了 寻找三期还有就是怎么样说呢 反正就成为一个中国的那个老板们 聚会和联谊的一个场所 外界的都觉得很神秘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谢谢何女士 韩先生是不是有话要说 我就想补充一下刚才和律师谈到的这个 跟连朝的关系 但我的感觉呢就是复兴啊 这个集团像郭广昌这些人呢 他的这个这个利益链条可能是很 涉及到很深 不是说是一个派系 那么他的背后的水非常的神利益链条很长 那么可能呢就是涉及到江系 当然是最主要的可能 因为他从他发迹 他靠这个国企 收购国企像这个和律师谈到的这种王中央 王中南 然后呢这个艾宝俊 还有这个 我想他跟元朝的这个联络吧 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令计划这条线 复旦这条线也有可能 因为他本身都是团 做团工作出来的 他们几个 他的几个创始人也是做团的团委里边出来的 所以他跟这个团这条线 我觉得还是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他一定会利用这个关系的 那么称这个令计划的老婆 孤立平举办那个 这个组建一个叫做银公益基金 然后呢还有青年这个创业国际这个项目啊 他们都是发起人 他是发起人 当然发起人很多 作为他一个团派的人物 我想他不可能不利用这条线 所以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好的 谢谢韩先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 有什么话要说 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各位 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400120 0551 400120 0551 第一位呢是西藏的高先生 你好 你好 喂你好 请讲高先生 知道吧 我作为一个白小太的中国普通小老百姓呢 自己对中国的未来 未来的希望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我们这个国家习近平已经打跨不得走 希特勒的道路 我希望我给作为一个白小太的 我希望给全中国的人推荐一本书 这是耶路大学中心教授陈志武先生写的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一看 每一个关心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前途命运的人都看一看 我特别把这本书推荐给习近平先生 还有另外两本书 费正勤写的美国与中国 还有何庭林女士写的现代化陷阱 还有乐堂写的乌合之众 习近平这四本书他看了 我相信如果他挨着这个思想走的话 他将会成为中国最伟大 最化时代的人物 可是我对习近平提醒不抱希望 首先是不论是高于世界 还是朴志强 许志勇 高之胜这些人 我对习近平最后已经出于绝望的态度 中国可能酝酿着一种 剧烈的暴力革命 因为我们中国我开始摆脱不了 暴坠和暴民的雷回 好 谢谢 好 谢谢波澜群述的西藏高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有人说 中国人就说君子不党 或者说什么 小人不党 其实中国人是喜欢在这个 政治人物中划成派定 毛泽东的时候有什么湖南帮 这个帮那个帮 最后有斯文帮 什么上海帮 其实有许多东西 不能单从这个地狱来划分 实际上人和人总也有亲友缘 普通辣的姓也有三清良好的 由于他的信仰不同 他的习惯不同 爱好不同 他可能都有一些相近的地方 所以说呢 主要问题不能从这个 他在地狱上地狱上的划成帮派 实际上 你党内能不能有派吗 毛泽东不说吗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实际上主要是 人和人知情观 主要有趣有事 我说这个问题 所有看政治系统的问题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那么何清廉女士 我想问您就是说呢 关于郭广昌他这个人在最近的这个反腐运动中呢 据传他是多次的被查 那么直到现在这一次呢 的确是被拦截过去进行了一番盘查 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解读为 距离他真正的大概受到正式调查 这个是不是要很快成为现实呢 这个很难说 但是有一条 目前呢 唯一最明确的线索 就是他和王仲南之间的关系 王仲南呢 是在上海有三届教父之称 几乎是上海的衣食住行 全由他的公司垄断 那么他和王仲南的交集 是在2002年 由复兴来出资 并购了这个上海最大的国企 有一集团 联法集团 然后就重新组建 这一点呢 就是他揭露出来的 就是说王仲南的父母 用280多万 用200几万买了两套复兴的别墅 然后呢 市值是一千几百万 后来卖出去啊 但是中间的差价呢 据说当时差价呢 是他们少付了将近300万 那么按照王仲南的这个强势 只向他要这么一点点钱 我觉得简直就是不太可能 应该是国肯仓自己有更硬的背景 因为当时呢 在这个三大并购 一个是国药 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个年华 另外还有一个玉原商产 大家都知道这个玉原商产 那个地简直是叫做寸土寸金 只要在那边一投资就肯定赚钱 当时他是在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独家包揽了 所以谁都知道背景 但是谁也不敢说出背景是谁 但是王仲南为什么在这个 郭肯仓为什么在2013年的11月被传犯 那个时候正好是王仲南感觉到有危险 提出辞职并休的了一个月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的巧合 不是巧合是有原因的 然后就是今年王仲南判刑 但是这一条已经在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 我补充一句 就是王仲南出事之后 大家都说他和江家关系特别密切 但是这种传说的在海外的媒体上 几乎是到处都报 我也没办法查出源头是哪一家 好 谢谢何女士 韩亮少博士欧阳为您 就是关于复兴集团这个公司呢 他是涉猎哪一些行业 还有他是怎么样发家的 那么从他的这个涉猎的行业 和他的这个发家史呢 能不能找到任何这个线索 我觉得比较困难 刚才这个何敬莲的律师 谈到这个就是他的背景 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难讲 但是呢可以说 因为王仲南实际上呢 就是刚才谈到这个江泽民的这条线 因为江泽民过去在50年代的时候呢 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一个食品公司的一厂的 这个厂长 那这个食品公司 这个一厂后来合并到 这个王仲南下边的 这个一个企业里头了 所以他这种关系呢 可能是存在的 如果是这个 因为海外很多报道 都我们只能是猜测 如果是说这个 这个的确呢 江泽民在那个食品一厂 担任过厂长 那这种关系呢 像王仲南这样的这些官僚 这样的这个 他一定会去利用的 所以我想这可能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线索 另外呢 他这个父亲的发家史啊 我们看到他总是这个 理三层外三层 你看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发家的 那我追查了一下的 就是说他是92年 他出来出 建立了所谓的广性科技咨询公司 考虑咨询公司 主要是做一些市场调查 他的其他三个合伙人 都是搞这个科技 就是说遗传工程的这个学生 学士的学位的这个 这个毕业生 那他是本身是学哲学的 就是说他们 并没有这个市场调查的这个能力 但是通过这个 做这个公司呢 他赚了差不多一百万 据说是赚了一百万 但很快第二年 他马上转到房地产了 开发一个叫做复兴花园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寓区 这个公寓区现在还在 他从哪拿到的这个钱 谁给他的这个钱 然后呢 这个这个清楚 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他从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他的一个起点 进入房地产 第三个这个起点呢 就是在在95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进行搞这个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他的团队 大部分人都是那个 遗传工程系毕业的这个学生 那个东西呢 让他发了财 发了一下 因为做移杆这个诊断 这个技术嘛 那个产品就是说一下子 然后呢 他就是第一家上市 他把它改制以后 上市 上市以后又拿了几亿三点 三连五亿的这样的资金 他们那边就搞活了 他主要还是通过收购这个国资 国企 把它这个里面肯定很多这样的操作 我们知道这个国企的大量的国资的流失 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转手的 那么这个很显然肯定是里头有很多的猫地 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我想因为国企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那么要追查里面的这个一些个非法交易 可能是比较难 现在因为王仁南已经入狱了 已经定罪了 那么可能也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那我的感觉好像是更多的 是不是因为是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操作 引起这个所谓的中央中纪委的这个注意 因为从11月份以来 这个中纪委派出的巡视组就进入了很多金融机构 包括部委这些机构 而且它的时间是一个月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就为期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定的 那么前面呢 也有我说他的李一飞这些人被拘捕 我想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也有点关系 光看他这个这个发迹的话 你看他设置到这些领域非常非常广 他实际上是四块这个领域 一块呢就是这个产业 一块呢是这个战略投资 还有一块就是保险 另外一块就是理财 这四大块 四大块呢 他就是他们说他是中国的巴菲特嘛 他就是利用这个从保险拿到的这个钱财 或者帮人家理财的这个钱财呢 转过来收购这样的这个国企啊 收购其他的资产这个实业产业 然后通过那样的像那些血球那样 一点一点把它滚起来 好 谢谢韩先生 那么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大手笔的收购国企呢 就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他至少是这个身手不凡 这一点是肯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 有什么话要说 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120551 第一位呢是天津的朱先生 你好 朱先生 喂 您好 朱先生请讲 喂 朱先生您在线上请讲 好的 关于古神郭昌 郭广昌事件呢 在我们中国 我认为来讲 是比较一个普通的现象 从我们中国无关不贪的特殊症状来看 不管从村委会 到党中央 从学校 到医院 军队 到航空领域 可以说 我们是无关不贪 如此腐败 这么一个国家 我认为 国防事件 就是九牛一毛了 所以说 这个一党之政 到场的没有人权 没有自由 这种现象 乱象 到场的一种腐败的蔓延 其实对中国老百姓 灾难深重 我不知道我们中国 这个腐败的现象 是不是在世界上 排名第几 好 谢谢天津的朱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 喂 刘先生请讲 喂 主持人好 家民好 我想说呢 只有两点 这些官养商人 他们的最终结局 并不美妙 第二 因为他们 财富来的是很不干净 他们跟这共产党勾结 最终的下场 也会像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一样 被共产党 这个利用完以后扔掉 谢谢 好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 你好 你好 这个中国的体制 这就是造就了 那个光线勾结的温存 这个中国的那个光 它是给那个 给那个三人提供很大方便 然后呢 反过来呢 三人又算了成了一样的那些土白官员 就是这样一个恶情固化 它是杜绝不了的 所以说要讲 杜绝这种现象 土白现象 必须要求体制伤 特地更新 就是说美国是民主 这样的话法制化 国家正常的手上法制化 然后民主化 在那个国家才有救 谢谢 好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 湖北的张先生 何清烈女士 我想问您 就是说呢 关于郭广昌呢 他被这个传言说 他多次受到调查 那么这个传言 您怎么看 就是说 他如果的确受到调查的话呢 他为什么可以撑到现在 尤其是说呢 据传他和令计划 这一支呢 是有一些这个千丝万缕的 内在的关系 何女士 他和令计划的关系呢 我倒是排查了一下 过去所有的报道 应该说是这一次突然冒出来的 韩年潮先生刚才谈到 古利平成立的那个 什么费啊 有很多人赞助 这个我相信 但是是不是有更深的关系呢 这个目前没看到消息 很多是猜测 但是我相信 中国的商人呢 要想把财面做到他这么大 应该都是像这个王健林 马云一样的 多头下注 不费把保质押在某一个官僚身上 我们知道这个王健林过去呢 是靠这个薄熙来 淘金的第一桶 在大连 后来呢 他就很快就把这个 他的这个南国扩展到其他地方 现在据我们熟知 就是中央政治局新老常委 好几家都在他的那个公司里面 有股份 这一点是纽约时报正式报道过的 马云也是一样 所以呢 他们能够在中国商场 扶红范语 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多个靠山 这些靠山呢 因为盘根错节 代表了不止一种势力 所以呢 就算是习近平要防腐 反倒他自己解决头上来了 恐怕那个省呢 也有点软啊 所以我觉得郭广禅 应该是背后多头下注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有一点 我再强调一下 在这个2013年以后 你就是一直强调这个民企占股国企 从草案到正式文件发行 所有的那个民企大牢 中庆后 王健林 都是明确表明 不参国 太危险 很容易被一顶帽子作词 就是这个国有资产流失 没兴趣 只有他呢 发表的谈话 就是要在国企改制中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发了一篇长文 大家都想听他讲什么秘诀 结果那个秘诀呢 跟那个国资委的套话差不多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可能很多读者和我一样 都不得要领 因为他毕竟没有讲出一些真实东西 之所以要自定规则 要透明化 要保护国有资产 不流失 这些话跟那个国资委的文件 还有媒体的报道都差不多 然后很多地方想问他的那个经营经验 包括那个英国的金融时报的记者 和他共进武昌 结果呢 他讲的是 他生 他就是通乳学 道家 还有这个佛家 然后呢 就用他们的概念来解释 这些概念呢 比如解释到这个佛家的慈悲 和这个就业 也还勉强扯得上 但是其他的东西 比如中国股市 哪个思想用来 可以经营 就能够怎么样 这个来说老实话 有点扯 但是这种明哲无造的管理经验 还介绍了很多 我在这里还是肯定他一条 郭广昌的那个荣人质量 和人合作的能力 应该是很潜的 因为很少有三届人士 从这个创业一直到 做大了之后 和自己当初起家的合作伙伴 还能够 合作得很好 但是郭广昌做到了 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他复旦起家的那些朋友和哥们一起在做这个复兴集团 那么就是关系很好 没有发生过摩擦 这一点应该说明 他确实有容人质量 后再做不到 但是其他的呢 那个如何经营 我觉得就只有看今后还有什么后续报道 有一点他比别的人都做得好 有一点他比别的人都做得好 他的信息保密 从这个怀疑他的镇山背景 称赞他的镇山背景 到现在十多年了 没有找到一个很过硬的证据 除了完中南这一个之外 我觉得他也算是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 何女士 我还最后想问你 就是说郭广昌这个事件呢 给他的这个商界业界敲响了一个怎样的警钟呢 应该这一次损害还是蛮大的 不只是王林潮先生说的这个股票市值下跌 现在的金融系统已经开始在盘查 自己跟复兴集团的晚来战末 想尽快的减少损失 这一点对他伤害也是蛮大的 所以他的那个资产赎水是肯定的 赎水多少 我还不能判断 好的 谢谢何女士 并不是说现在回来了 就一定呢就安全 因为那个证监会副主席姚干 也是被带走 放回了两个多月以后 又再正式逮捕 好 谢谢何女士 韩先生 你怎么看就这个事情 给中国整个的这个商界 尤其是这个商界 这个一些顶尖人物 敲响了怎样的警钟 我觉得他就实际上就是要发出一个震撼 对他们一个震撼 说我共产党 老子共产党 不管你有多少财富 我要 要让你生你就生 要让你死你就死 让你发财你可以发财 让让你这个破产 你都得破产 所以一切在我掌控之下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人生之危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帝国实际上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会引起很多这个地震 我想包括刚才何律师谈到的这个这个这个大压 理清啊 把这个清仓啊 或者从他那个那个参资和这个投资的这个企业里头退出 这都有可能 可能很可能 说不定如果是影响大的话 可能会引起股市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一个一个危机的可能性都也存在 好 谢谢你 那么总而言之呢 就是尽管你是这个孙猴子 但是呢 党和政府是如来佛 好的 那么中国股神郭广昌如何踏入政治经济地雷阵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资本家在红色中国的不归录 请您锁定收看 美国VoA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感谢观看